好 继续回到我们的就是IJK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JYJ 我先给各位来报导一下 有关于JYJ的近况好了 JYJ最近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因为在韩国 昨天他们的韩文专辑 已经正式的回归了 他们这一张韩文专辑叫做In Heaven 一正式回归之前的预购 其实就已经高达有30万张的销售成绩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除此之外 他们也打算到西班牙 另外还有德国 一些欧洲的国家去办演唱会 所以在今年要结束之前 他们还有飞到欧洲办演唱会的计划 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是前一阵子我去韩国 我们有去找这个就是在中的姐姐 在中的姐姐呢 她就是看到我就还蛮开心的这样 对 很开心 然后我们两个聊天也聊得很开心 她就跟我讲了一件事 她就说 那我有听说 他们今年会去台湾耶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 真的还假的 然后就说 对啊 在中海说如果她才去台中 台中 她如果去台湾会去找你这样子 对 然后那时候说 好啊那你跟她讲 她说台湾一定要找我 所以搞不好今年 也有机会在台湾看到JYJ也说不定 但是呢 他们真的很忙 除了这个作品的回归之外 他们前一阵子呢 也拍了广告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在韩国很多的地方呢 都可以看到他们拍摄的这个广告片 所以等于是在今年 一直到年底以前 应该会有很多JYJ相关的消息 那至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 要来看到什么呢 那就是爱JK新闻 我们看到JYJ里面的友天 她可以算是最近呢 在歌手里面参与戏剧表现 非常优异的一位 她是很好的歌手 她也是很棒的演员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要为各位来介绍 她在这个演跟歌这两个部分 因为本身呢 是相当的杰出 所以在演的部分也得奖了 因此爱JK新闻 就为这个友天 来制作一段特别的报道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近年来韩国的戏剧界 吸起了一股新势力 偶像歌手纷纷以戏剧作品 抢攻韩流市场 无论是外形 唱功还是演技 皆巧妙地 被运用在戏剧作品中 将他们的多元化的才能 表露无遗 这些转战戏剧的偶像歌手们 更因此被韩国媒体封为 演技偶像 然而在这群演技偶像中 究竟谁的演技最受肯定呢 日前举行的一项 名为2011年上半年 南韩最佳偶像演员的票选 请来CM Blue FX 2PM 等100名人气偶像 投票选出心中的最佳演员 绝完绝的蒲永天 击败其他男女偶像候选人 风光盛出 奔上演技王的宝座 除此之外 凭借着演技实力 友天在今年 更是横扫多个戏剧大赏 电视类最佳新人奖 最佳男主角 及最佳人气奖 以及最近刚入围的 男子新人赏 由此可见 友天的演技 不但受到同行的亲爱 更获得了专业眼光的肯定 歌尔优泽演的友天 在新剧雷普利小姐中 化身为温暖多情的贵公子 默默守护着想要脱离贫困生活 而游走在沉沸边缘的女主角 饰演日本寒桥的友天 除了大秀日语实力外 也在浪漫的告白戏中 展现钢琴王子的魅力 爱情 愛情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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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脆游凳 埋葬 中心从中心ic偏无 business 在JYJ中身為可愛擔當的友天 這次更是尺度大突破的 在淋浴系中大方展露好身材 可愛的外形配上金狀結實的線條 揚眼程度大大破表 畫面一播出 精力廣大的櫻花妹及泡菜妹為之瘋狂 今年可說是有天大放異彩的一年 除了心智熱播演技受到好評之外 JYJ即將推出的最新專輯才剛預購 便衝出三十萬張的好成績 就讓我們繼續期待歌唱演技商量網 蒲友天亮眼的表現吧 好的 在剛才我們看到這個有天的一些相關報導 的確接下來如果你喜歡JYJ的朋友 密切期待 應該我們會有很多相關的新聞 可以在節目中介紹給各位 至於雷普利小姐在衛視中文台已經在播出了 之後也會在我們的Channel V播出 所以支持有天的朋友一定要記得看這個 雷普利小姐 好 我來遇見